史瓦地尼 再過兩個多月 9月6日 也就是臺灣跟史瓦地尼建交滿50週年的日子 今年也是國王陛下的50歲生日 史瓦地尼獨立50週年 這50年來 臺灣跟史瓦地尼之間 不論是官方或者是民間 都有許多互動的故事 國王陛下是第17次來訪 對臺灣非常熟悉 相信對你來說 臺灣不只是國際上的盟友 也是一個充滿回憶的國家 我們也期待 臺灣跟史瓦地尼能夠不斷強化彼此的連結 今年4月在史瓦地尼 我拜見了跟當地人民一起打拼的臺灣人 也見到了從臺灣畢業的10位實習醫師 他們回到家鄉貢獻所學 都非常期待有更多學弟學妹 加入他們的行列 現在臺灣的校園有250多位史瓦地尼學生 他們跟臺灣的年輕世代一起學習一起成長 未來也都是史瓦地尼重要的人才 在這裡 我要特別恭喜在座的班克西王子 明天就要從我們的實驗大學畢業 國王陛下也將貨班管理學的名譽博士學位 我聽說班克西王子拍過微電影 分享在臺灣的生活經驗 接下來也會繼續留在臺灣讀研究所和實習 未來我們會跟史瓦地尼繼續生化教育的合作 也希望有更多的學生 跟班克西王子一樣 一起來促進兩國年輕世代的交流 對彼此國家的了解 為我們的邦誼打下更深的基礎 最後 我要再次感謝恩史瓦地三世國王陛下 堅定支持臺灣 也請所有貴賓跟我一起舉杯 祝福臺灣跟史瓦地尼的邦誼第九明星 兩國國運昌隆 謝謝大家